接着说媒体啊 当时一个资深的电视台 是一个电视台派外边的那个驻外的一个记者 他呢就指出啊 当时啊因为这个国际新闻团体啊 日常费用啊 你耗资巨大 至少每天3000美元 如果你在家上什么机票啊 超纵行李费啊 因为你知道啊 携带的设备 那叫一个中没有不超标的 对不对 很容易就达到每天你就得有12000美元 你想想得多贵 你另外还得什么你上传啊 发到总部啊 转播这些费用啊 所以啊在当时电视台的高管 都有明显的倾向性 就是你的新闻报道 你必须还得带点娱乐价值 他不注重你有多优秀完内容 有多深刻啊 你能吸引住观众是最重要的 这其实也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啊 所以你能看得出好多的那些 新闻记者啊 他问的那些问题 他真的不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或者质问这个政府 他就是为了不愿求 而且问的就是让这个白宫的那些人啊 都觉得无理取闹吧 你这不是啊 1993年的时候啊 当时著名的主持人 就这个人 叫拉瑟 他在一次演讲中啊 就感叹 说啊 哎呦 就我们现在的新闻这个节目啊 已经开始跟那个毛毛雨 叙叙叨叨的节目差不多了 特别像警委片了 而且啊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跟新闻 或者其他的同行去竞争 我们是跟娱乐节目在竞争 这种即时性 又要求你得独家 你还得有戏剧性啊 就是越暴力 危机生命越好啊 都是为了不愿求 或者吸引广告的投入 而恐怖袭击 本身就 本身就具有戏剧性嘛 再加上啊 激起所有人的 那个观众的人们关怀 再加上啊 一般上这种啊 它持续时间还够长 这就最后啊 就让新闻报道琐碎化 就带着不可避免啊 就带着观众一起 去跟那些人质的家属啊 去感动身受去了 反而啊 就把很多的 这个应该真正的去分析探究 了解这个恐怖事件的背后背景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人又怎么样啊 嗯 忽略了 真正的含义去忽略了 结果呢 就盯在了一个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那种争斗去了 那其实呢 你个人跟大政府 或者跟整个世界秩序 这种东西都通通忽略了 最著名的普利兹获得者 就那个大奖获得者 当时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电视评论家 叫夏尔斯的 他就在这个环球航空这个人质危机中啊 痛斥现在的新闻开始堕落了 到了一九七八年了 六八年就说十年了嘛 这技术而且加上这个性质都变了 其实确实啊 电视已经成了大多数人获取新闻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了 另外你还得注意呢 就是有一个现象 至今到现在啊 都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的电视台 他为了好像我要保持中立 我是只是报道新闻 对吧 我呢就不表明我这个新闻发生的背景了 他就单纯的拍一个视频给你播出来 比如说吧 拍一个妇女正逃跑呢 有人从他背后开了枪了 那这个女人到底他为什么逃跑 警察都让他站住了 他都不站着 为什么所有的这些都不报道 就报道警察开枪了 那么比如说 警察有一个男的 或者一个男青年 辱骂了这个警察 警察呢拿枪指着他 他不说这个小孩 是怎么辱骂这个警察了 他只是把这个警察拿着枪 对着这个孩子的镜头 拍下来 这些整整这些过程啊 最典型呢 我认为就是对全世界最震撼的 就是那个叙利亚 那个难民翻船了以后 被海浪推送到沙滩 那个小男孩的那个照片 你能最后发现啊 所有的媒体 他不去报道 这个船 为什么翻船了 这小孩 为什么被吹到这了 还有 这个船 为什么那么多人 要往欧洲跑 这个历史背景 政治背景 全都不管 这些什么 广泛的这种问题 他不去 他就 关注这些特别个人的事 其实就是 应该说反思的这些问题 才是大家要考虑的 对灾难的一个反思 但是现在全都通通的没有了 不幸的是啊 报纸过去啊 往往真的是有特别深刻的一些 探索的 或者说思索的一些 非常有重磅的那种文章出来的 可是现在啊 通通都没有了 很少很少啊 所以现在大家 要不然就是华尔街啊 什么那些报纸啊 偶尔还能蹦出来 但是呢 有很多专栏作家 干脆要不然上纽约客去了 你知道吗 有时候 所以现在你知道吗 有时候可能报纸更危机了 因为很多 比较有名的研究历史的啦 研究政治 或者研究外交事务的啊 都跑那些地方去了 这个人啊 他是国际联合通信会的前CEO 泰晤士报 在华盛顿分社的一个前社长 他就是专门研究 因为在华盛顿嘛 他就主要专注就是外交啊 还有你的安全防务啊 这些报道的话题的 他叫亚当斯 他就指出啊 说电视已经让新闻琐碎化了 报纸啊 也开始必须设想方设法的 拿各种就是激动人心 怎么生动活泼来让你啊 能买他的这个报纸 所以呢 你能看得出来 现在各种的大幅的彩色照片啊 山情的标题啊 就在那个头版头条上 就光光的跟那个炸弹上的那么炸 你能发现 这时候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放弃了 对大局的了解和分析 全都迷恋于各种细节 在那窥探啊 就特别像八卦 当然可以理解 这就是因为财政的压力 现在啊 到了互联网啊 尤其这个社交媒体一出现啊 那电视台跟过去报纸面临的压力 一模一样了 过去啊 这个人他负责的那个部门 外交事务啊 因为他不是国际的吗 他们有一百五十个记者 你知道现在还剩多少个吗 八个 那你就得选择了 什么报什么不报啊 动力啊 不再是新闻哪个重要不重要了 而是什么呀 成本 就是谁离得近 我报什么报 你比如说啊 我这八个我上哪分去 那就比如说 正好谁谁谁就在 比如说泰国发生问题了吧 正好有一个人在越南那正报道什么事 快 泰国那边你去那去吧 结果这边还没报完呢 可能还刚那什么就又奔那去了 那你想再深度的去报道什么各方面就甭想了 现在还一个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看推特都能特别注意好多的记者直接就在推特上发了 那存播速度比那个像自己的报社或者自己的单位往里发再由编辑给弄完了再发出来就更快了呀 而且啊呃有些记者啊那他也是为了吸引眼穷嘛他发出第一条推特以后发现呦反应挺强烈呀那我就继续报 而且呢我还得呀就是跟踪嘛越来越什么啊而且他你知道是人都有这样的他会越把这个东西啊搞得越惊悚越好 其实往往啊你在你这种比如说第一条可能是还是个虚假的或者恐怖主义恐怖分子故意放的一个什么掉钩让你跟着他来走走走啊 你结果你会发现这个记者不知不觉中被恐怖分子给操纵了 呃在研究这个非正规战争的一个专家啊这哥们叫贝尔 他就说过其实你研究这些所有的案例啊和接触到这些恐怖分子啊发现他们特别懂怎么利用媒体 比如说啊他就遇了过有一次 当时呢就是比如他们要开枪要杀什么人呢或者什么的啊 结果这帮人啊居然就冲着同口说先别开枪呢现在不是黄金时段记者拍了那边也没人看 那其实现实比这个更夸张 1975年的时候啊当时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豺狼卡洛斯 不是劫持了那个欧佩克在维也纳那开会吗 来开会的各个国的石油部长 完了以后把这帮人都给绑了 戏剧性的他们不是要这个带带离这个大楼吗 结果他们居然不走为什么呀 我得等电视台来呀我把人都弄走了电视台没拍照镜头 我不是白截了吗 因为当时啊是52个人质被截持 第一个到的啊是一个加拿大的广播公司的 一帮那个采访小组的 他们呢后来啊 哦不是加拿大有一次在就那个德美国 那个德黑兰那次那个大使馆那个 他们到那去要拍 结果呢本来啊有一帮暴徒都在那蔫了你知道吗 一看见那个摄像头一帮记者来了 哎呦那叫一个活跃 这摄像机一冲着他们就开始举起拳头啊 一脸愤怒的喊 让他去死 完了就开始烧美国国旗啊什么的啊 结果呢拍了两分钟 这摄氏族的说我们拍完了 可是啊后来呢这记者又发现啊 因为你知道加拿大它是英语区和法语区 这受众啊 他还得再拍一套就是这个讲解的这个人啊 还得说法语再说一遍 那他还得再拍啊 结果啊他又举起这个镜头 哎对方特配合 又开始锯到这个前面 又开始卡 卡的去死 卡的去死 完了再受后期 又演一遍 你觉得有多配合呀 那么呢这个问题就来了 是否媒体真的他们跟恐怖主义是互相造就的 其实在这个专家他看来答案特别复杂 而且呢也很模糊 你没法说他就是这样 当然主流媒体就认为啊 包括政治家呀 一些学者呀什么的都觉得啊 这个媒体就是恐怖分子的最好的朋友 你像萨切尔啊 那就常这么说 因为他那段时间是爱尔兰共和军咚咚咚炸的最凶的时候嘛 他那时候就常常的指责这个媒体 说你媒体就在给恐怖分子提供生存的氧气 你等于让恐怖分子他的目标达到太容易了 你心甘情愿的给这些恐怖分子当扩音喇叭呀 还一个就是那个典型的那就是以色列的那个现在的那总统啊 那时候也当我们第一次 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觉得啊就是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 我恐怖主义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狂 其实可能就跟一个大森林里边一棵大树倒了 没人打理 没人注意 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没有媒体恐怖主义没那么嚣张 也不可能蔓延到全世界 当然这种解释太简单了啊 不过呢你也不能不忽视一个事实 就是很多的媒体其实在对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很少会用正面的词语的 但是现在我不那么觉得了 真的倾向性还是挺明显的 尤其这次这个恐怖袭击啊 10月7号这个 其实美国著名的那个智库兰德啊 他就做过一次调查研究 这个时机啊其实也挺重要 因为是1988年到89年 这是当时的恐怖活动的高发期 美国目标呢天天的 在这一会儿没隔两月就被炸啊什么的 在国外的啊 可是啊这个调查却发现 对民众对恐怖分子的认可和这个恐怖行为 是不赞成的 应该说为零 而且啊你也可以从这个研究里啊 还能看出一个东西来 就是虽然不同情 但是他愿意关注 就是他对这种有迷恋 我觉得啊往往啊在远在天边 没有涉及到自己的一些震撼的恐怖行动 这是人类啊特有的一种 连八卦都不算 优越感 偷窥 什么都有都很复杂很复杂的 在一起的 当然也有很多就是觉得要反思啊 我们能够做什么啊 可是我真的得说人是有阴暗面的 真正结果什么的啊 他顶多赶 饭桌上有的聊了 1986年的时候啊 美国那个NBC晚间新闻播出了 当时他们针对这个 哈马斯这个阿巴斯 巴解叫什么 巴还不是那个哈马斯的 巴拉斯坦解放阵线的 当时的阿巴斯的一个专访 为什么这个时间啊 会得到很多人的批评呢 因为七个月前就是这个组织 劫持了一艘意大利的邮轮 当时啊有一个坐着轮椅的 一个这个意大利老头 但是他也是双中国籍吧 他是应该是美国人 反正啊就 这个劫持要拿这个游轮上的 这个游乘客 换在以色列拘押的50个 他们的自己人 这个呢 这老头反正就是 不光被杀了 直接连轮椅一块就扔到地中海去了 震惊了全世界啊 后来啊是阿拉法特出面 斡旋来的才达成了协议的 嗯 就说 这波人哎你把人质给放了 停靠在就是 呃亚历山大那港 然后呢 你呢可以到我巴结组织啊 巴结组织居然在托尼斯 有一个基地你知道吗 哎就是你们可以全身而退 这事就算结束了 嗯 你想 你七个月前还干这种杀美国人事呢 完了你呢 现在呢 你去在电视上去采访 这个组织的头头 你想想这种事啊 嗯 这玩意就 真是太复杂 双面 不知怎么说 戴人我就是为了要 我也把刮 我也说我也阴暗 所以才看这本书的 嗯 后来啊 还是海军陆战队 把一个 埃及的航空公司 居然有一架飞机啊 直接给迫降的 因为什么 发现这个飞机上啊 有四个这个 绑架人质里边的那个 坏人 直接让这飞机 迫降到哪呢 迫降到西西里岛 北约的一个空军基地了 然后四个意大利警察上来 把这四个人给抓了 对这个采访的这个阿巴斯啊 当时美国可是悬赏 25万美元捉拿他呢 结果呢 NBC你居然 找到了在逃的他 挨完了以后 你还对他独家专访 你要说这里边 媒体跟恐怖注意 没有共生关系吧 好像又有一点勉强 你想这是 那种尤其阿巴斯 在这个镜头前啊 哪种那种自视甚高的那种姿态 也对美国人 非常的打击 电视台当然辩解了 说我们应该让美国人民了解啊 知情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吧 双方的话我们都要听啊 然后美国我相信美国人有自己的判断力啊 对不对 这对我们美国人非常重要 这个啊 还真是美国人你再说什么啊 他坚信 我有知情权 然而再怎么说啊 你想啊 阿巴斯啊 他这么宣传 你也不能跟那个美国人 还是他们有崇尚的 自己的价值观的 那那些比较就是跟他们相近的其他领导人 你要说阿巴斯跟他们相近并论 那美国人也不会认同的 你就跟那个泽兰斯基在美国那么受欢迎 长时间站起来 大家都给他鼓掌 你阿巴斯你上那试试看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啊 你也不能说美国媒体他们做的就不对 其实啊 你要说阿巴斯在巴结里边算不算成功的 应该不能算 他们以前也搞过好多种 那个恐怖袭击 什么热气球啊 什么画像机啊 但是你看啊 这回人 10月7号这个 人也用这战术了 人成功了呀 这说明什么呀 人家也是练呀 反正吧 这个阿巴斯啊 他在指挥啊 或者是组织上 可能没什么天赋 但他真的有表演天赋 这个啊 应该符合NBC电视台 还有他的观众的讯取 其实你要说对观众态度有什么影响 在这个专家 他认为 没什么影响 甚至还会对阿巴斯是负面的 你杀了我们美国人了 你还那么牛逼轰轰 啊 还康凯强说的那些空话大话 里根政府那时候啊 有很多的官员 对在贝鲁特发声的这种媒体盛宴啊 打加打发 说他们真的是不负责任 可是啊 民意调查同时也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是赞成电视台的这种方式的 甚至啊 那个盖普洛那个调查结果啊 高达89%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民众 他觉得我有知情权 这就是他们民众民主的觉醒的一个 呃 产物吧 嗯 当然你不得不承认啊 好多人其实比如他关注这个 他的兴趣 有娱乐的 这个因素在里头 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这个 恐怖分子怎么想的 是非常好奇的 老一辈的那些政治家 肯定就特别的讨厌这种媒体过度的关注啊 尤其是这种比如像人质家属这种事啊 呃 有很多的政治家都说过一句话 就是电视可能会让很多人 在同样的这种危惧局势下 丧生 因为我们政府已经没有营救人质的能力了 我们被绑架了 我们救不了了 过去是不谈他就会把他的要求不断的降低降低降低 我会救出更多的人现在没戏了 在这方面啊 你也得考虑人质的家属确实不认可的 比如有一个人质的妻子啊就在那个早间新闻里边被采访 然后就说 说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电视真的是一种我们可以向政府施压的一个工具 其实后来啊被解救出来的人质啊 也表示同意 因为你如果不是由媒体给你施压 大部分的政府都会采取我不跟你恐怖分子谈判妥协 那人质不就成了牺牲品了吗 对吧 前CNN有一个记者 他叫莱文的 他本人啊就是在84年的时候在贝鲁特被真主党给绑架了 他就非常同意那个妻子的说法 而且啊他同时还指出了 说其实你看啊 在这个人质绑架这个高发期 84年一直到92年 黎巴嫩人有好多呀 美国人还有些欧洲人啊都被绑了什么的啊 包括那个著名的那个大助教 特使被绑了 那个怀特 都是啊 就是你想 其实这段时期 媒体报道是最少的 没人关注 所以他就一直被关着 一直压了他好久好久啊 其实媒体的报道啊 应该说 结果并没有像恐怖分子期待的那样能够让自己远扬这个受人瞩目 反而啊很多时候会破坏他们自己认为的光光形象的 你比如说啊 爱尔兰共和金当年不是就96年突然说我放弃停火了 他本来是想啊 让这个英国的民众相信这谈判破裂的责任都在英国政府 借此呢 他想跟这个首相施压 你得做出让步 结果没想到 全世界的媒体一致谴责他 而且正好啊 那个新分党又在大周末啊 人聚集最多的时候 在那个码头搞那爆炸 不是造成了数百人受伤吗 两个人死亡吗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啊 媒体这时候起的作用 反而帮助了大家 当时89%的民众是压倒性的谴责这个二人共和军的 弄得最后共和军的那个内部 他们就开始打起来了 那最后这个慢慢的就转变啊 更换他们的纲领啊 换人啊 什么各方面都开始了吗 这不就后来恐怖行动就越来越少 好 今天这个新闻媒体跟恐怖主义的联系就先讲到这 这个新闻媒体跟恐怖主义的联系就先讲到这一段时间 是